秋夏 你刚才说的话 是为了救你儿子 还是说都是真的 问你话呢 没养到没死成啊 早知道活着这么受罪 当初就不跟你离开招谱 你这回可美了 继续回去做你的无奶奶 我还不知道怎么死 我问你孩子的事 说话呀 上官 你看 他们人不多 准备地上 消灭他们 他们上带的军状啊 不管 咱们没穿 一个活口不留 听见了吗 快去 逃 弟兄们 准备战斗 埋伏 马车跟我走 快 快 谁 霍儿 怎么回事啊 弟兄们瞄准了再打 追马加鞭 回去老子又赏 爸 爸 张副馆是梁飞虎 我认识他 按我的令 让兄弟们放弃抵抗 赶紧逃走 也坏了师长的大事 车上的那几个人呢 是不是都毙了 放屁 我奶奶在车上 留给梁飞虎 我们撤 好 行跑 是 凤儿 出去吧 别动 是 是 大人家的 快给他们送吧 大哥 大哥 义父 下来吧 师 师父 你 你 我亏了骰子兄弟 飞鸽传输 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何大炮造反啊 大夫 我兄弟的伤怎么样啊 铁哥哥 我没事 我练过君主绅铁木山 我打我脚服务 这点上算什么 二十年以后 我又是一条好汉 兄弟 快别胡说八道 你死不了 什么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你疼不疼啊 还真的娘疼 喝了把雨 拿我一枪 我就死了 我三下两家就把那绳子争断了 我偷了匹马 我快马加鞭 我在山下发现了骰子 他疼晕了 后山一路上都是他溜的血 骰子兄弟走了一条特劲的路 我们以前都没走过 要不是血迹啊 我们根本不可能那么快追上你们 吃饭 胡说胡说 这 这俩小子没事 我这黑子 没白吃啊 佐红云 三下 四脑 不胜就说 三下 四当家的 走好 四当家的 走好 四当家的 走好啊 四当家的 四当家的 走好啊 四当家的 来 易婶 有没有看见秋香啊 刚才大家都去拜祭司堂家的 她说她脑袋疼 好像回屋歇着去了吧 谢谢啊 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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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我对不起你 照顾好孩子们 今日你对我的大恩来势当牛做马 报答你 秋香 她走了 不是她 真的不是她 你千万别杀了她 她才是赵元庚的儿子 大当家的你得帮我 派人把她给追回来 这个秋香是怕在老虎山丢了性命才走的 追她还有用吗 一定得追回来 她有话没说清楚呢 我走了 我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已经派了几拨人下山局长 都没有找到齐夫走 要让我说 他们俩都像你的儿子 一个聪明积一致 一个老实好学 我都喜欢 我真的是糊涂了 他从小就喜欢护着栓子 我也觉得他对栓子比对牛蛋好 可是昨天 牛蛋一开口叫他娘 他就别提多高兴 那到底哪个是他的儿子 哪个是我的儿子 我总得知道 依我看 秋草情急之下的话 你不用全信 他和你不同 十有八九 他是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 变得狭话 可我总得知道 哪个是我的儿子 如果我不能知道 如果不能知道 你就当两个孩子都是你生的 大唐家的 牛蛋 娘 娘 牛蛋 大嘴 牛蛋 牛蛋 牛 牛 牛蛋 你要去哪儿找你娘了 大团长那么多弟兄 他们都被找着的 我要娘 牛丹 我答应你 我一定帮你找着你娘好不好 我真要娘 我就是你的娘 从今天起 你跟孙子一样 都怪我叫娘 牛丹 我娘 这个我给你找回来了 这个我给你找回来了 要是没有她 我们恐怕都见不上面了 来 你 明天一早 我就要带着弟兄们下山了 等孙子兄弟好一点 我们也走 跟着何大炮的那些混蛋 我已经都收拾了 你就安安心心地 在老虎山上住吧 搭档家的 你也不用劝我了 我就是个丧门心 给老虎山带来了太多的坏事 我早 带着我骰子兄弟 带着孙子 带着孙子 牛丹 我们总能找着一个 让我们好好过日子的地儿 你又何苦这么为难自己呢 你一个女人 带着个孩子 再说骰子兄弟 十有八九都要惨废呀 我是担心你们以后的日子 太艰难了 你真是个好人 要不 今天晚上我们就成亲 以后你是我梁飞虎的女人 住在老虎山 谁还能说出半个不死 不了 要是有缘 就等孩子们 都长大成人再说吧 我还等着你 十六人台的花椒呢 十六人台的花椒 那不是比皇上 去皇后娘娘还气派 rarely 表哥 兄弟对不起您 又让您失望了 兄弟只能自财谢罪了 表哥 表哥 开枪了 你怎么不开枪了 起来吧 连冻冻冻就拿枪吓唬人 你死不了 表哥 他奶奶的 怎么一下整出两个儿子来 秋香也能生儿子 你小子聪明啊 梁飞虎愣没看出破绽 好 按照大帅的部署 梁飞虎已经该到位了 我得去找他 梁飞虎 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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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长 梁飞虎奉命前来与贵部会合 穿上这事儿有点意思 过来 跟你说点事儿 梁飞虎啊 队伍整得不错啊 谢谢师长 谢谢师长夸奖 现在是同僚了 废话就不多说 过去的恩怨也一笔勾销 但是有一件事儿你得给我办了 我的儿子你得还给我啊 您儿子 上个月我刚经历了丧子之痛你不知道啊 我现在唯一的儿子就在老虎山上 不该还给我啊 我说赵师长 第一 我老虎山上没有您的儿子 孩子他娘也没有认过 第二 你要找的人已经不在老虎山了 不在老虎山了 往哪儿去了 不太清楚 表哥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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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来那又跑了 不在老虎山 跑了 跑哪儿去了 你问我 我问谁啊 你去找 记住了 你得给我找回来 老子不怕花钱 放心 表哥 兄弟一定竭尽全力 行啊你 灯灯夏天早到儿了 这点小伤算的俩什么 那颗黑脸我吃了 子当大补了我 春牛伟 那你别疯了 我给你多两碗你去啊 行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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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是啥就休息了 来 吃饼 吃完了饼 吃完了饼 有劲儿 剪柴火去 好 来 来 拿着 栓子 这也不能每天 让我这俩大侄子吃这个呀 姑娘 我得非国传书 让我丐帮的兄弟 给我送两只鸡来 得了吧 这荒郊野地的 你那些弟兄们 就算收到信 还能找到到这儿 来 铁哥 你说我们这儿去山西 山西人有钱 怎么越走越荒凉啊 不会走错了吧 错不了 应该就这条道 铁哥 铁哥 打听家道吧 别走岔了 大哥 问一下去山西走哪边啊 两条路都能到 这条路岔过去 过大庙 走完海屯子 这条路岔过去 走柳屯就被山西了 哪条路近啊 都岔不了 奔柳屯这条路啊 好走 谢谢大哥 铁哥 这不是这边好走 听见了 驾 帅子 咱们耽搁一天成吧 出什么事了 铁哥 刚才那个人说的柳屯 是我娘家 我以为是柳天次他们家呢 你们家还有人吗 孩子他姥爷 你爹 你还有爹 我以为你跟我一样 早就没爹没娘了呢 那你去看看 这柳屯附近有没有急事 我买点鸡去看看 用不着 我看他一眼就行 不能让他看着我 这 这为什么呀 啊 他跟炸鸡蛋一伙的 啊 他跟炸鸡蛋一伙的 他毕竟也是我爹 我看他一眼我就放心了 以后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再能见了 这样 你赶着车找个地儿 把孩子们安顿好 明天一早那个岔路口见 拴子牛蛋 听傻子说说话啊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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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妖精不许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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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妖精不许喊喊喊 吃饱了喝足了就知道瞎叫唤 来 看妹妹 再喊就散你们嘴 娘 娘 娘 老妖精不许喊 哪来要饭的呀 怎么往院子里面冲啊 我不是要饭的 我找徐孝福 徐孝福 你是谁呀 怎么往别人家里冲啊 徐孝福呢 你 不会是 告诉我 我爹人呢 真的是你呀 老徐啊 都已经走了有十多年了 他死了 没没没没 没死 那他人去哪儿了 姑娘啊 自打你上次找过你爹以后 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没有回来 可不 说着去找宝贝去了 他宝贝呀 可值钱了 还说要带我一起去过好日子呢 我看八成啊 是自己找到宝贝 就带回西安了 又找了个十六七的黄花大闺女 就再也没有来管过我 这一晃哪 就是十年啊 这三个孩子怎么回事 这三个孩子怎么回事 进去 赶紧领的妹妹进去 快 清清进 你还别说 那男娃呀是老大 他可是你兄弟啊 他现在可能吃了 我都快养不活了 你带走得了 那两个小的呢 那 那我也不能饿死呀 你爹走了以后 我又找了个男人 总得有人下去干活吧 姑娘 你别走啊 好不容易来一趟 就跟你兄弟心热情热呗 你少装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 那个男孩也不是我爹的种 他不要你 这就对了 别呀 姑娘 咱们怎么说也是亲戚 多待会呗 我给你做顿饭吃啊 你放开 姑娘 我可是诚心留你呀 你就给个面子嘛 姑娘 姑娘 这是什么 喂猫用的 养猫啊是为了抓耗子 家里有三个孩子呢 怕耗子咬 弄得这么臭 你不会把屎尿都倒到红薯窖里了吧 我 你这个败家娘们 这个红薯窖 是我一敲一敲挖出来的 姑娘姑娘 你可千万别碰啊 下面都是孩子们弄的屎尿 走 走 爹 你 你就这样对待我爹 不赖我 这个真的不能赖我 你爹他瘸了 他什么都干不了 他的腿 可是你打瘸的 我爹有三十摩水浇底 有银票有金条 全被你吞了吧 你养野汉子 还生了三个孩子 你就怎么对待他 喂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可回来了 快 快抓住他 她是谁啊 她就是老心带的闺女 从赵里长才跑出来的五奶奶 快 快抓他换金条啊 快点给我找绳子 我留着这老家伙一条狗命 就是为了一腻出来 我要抓住你 去换金条 你杀了你 布奶奶 我求求你饶了我吧 你请我不要杀了我 你要是杀了我的话 我那三个孩子 肯定要被狼丢走了呀 娘 看在你三个孩子的份上 我找你挑狗命 来 爹 爹 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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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蕾叔叔 小蕾叔叔 你看 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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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哪儿弄来的 怎么这么臭啊 你老爷 快点 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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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骰子啊 咱们找个有水的地方 你帮我给它洗干净 这 这儿 你爹 我爹 这么漂亮的家伙 还是杀人们 这有枪 还有枪杀人呢 是 见着他啊 是吗 小心点 是吗 老先生 这都写的什么呀 去去去 回去买件包子去 爹 爹 走 走 牛蛋 下来 好 拿把手来 扶老爷 慢点 脱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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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呀 饿饿饿 不吃了两天了 怎么还说饿 包子 行 还知道说个包子 老板 给我们上包子 好嘞 老板 包子快点啊 好的 启动 这个女的 转过身来 是不是 好啊 是他 就是他 拿上 娘 娘 别别别 别别别 你不是哪路朋友啊 谁是你朋友 去 爹 你干什么 老四爷 凶器 带走 爹 走 娘 是谁 柯娘 镇长 藏物 你叫缝 说话呀 你这哑巴呀 我问问你 你是不是在柳屯杀人 太赖了 那凶器都在这儿 你怎么还不认账呢 上行 盖帮的诸位兄弟 兄弟们 兄弟们 我是盖帮四代长老 骰子 骰子 路过此地落了难 请兄弟们帮忙啊 帮忙 那位老爷子的闺女 那俩孩子的娘 让当兵的给抓走了 兄弟们 跟我去叫人了 四哥 就这小黄和样 还四代长老呢 大伙 你凭什么说你是四代长老啊 行 行 我有口袋 拿出来吗 我没带外申啊 江湖上游我这号啊 骰子 你没听过 没听过 兄弟们啊 就算他是四代长老 你也不能让我们去大兵手里周人哪 人家手里边有枪啊 把你们都脱脱了怎么办哪 怎么办 不脱脱脱了怎么办 不能 散开 来 来 来 兄弟们 走走走 走 早了 老子掉了 祂 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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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郑长 郑上门晕了 行了 行了 我这人心太软了 最见过她女人叫我 她不凶器带着呢 什么人她都是凶手 让她换一下 是 是 你们俩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们在庙里看老爷吗 我们要和你一起救你啊 你们俩小兔崽子多大 滚回去 不 好吧 好吧 你们两个小也算个帮手 我打听过了 那球车就从这儿过 咱一二三 今天就把这球车给她结了 我打听你说 老舱子的家里面就是 没了 金戳 店面就在镇子口 咱们打听消息也方便 加上这家 咱们可开了十二家铺子了 您说就为找个吴奶奶值吗 值不值也轮得到你说 是 外面这是怎么了 听说是抓了个杀人犯 一个女的 女的 什么事都 下去吧 来 啊 来了 我娘来了 你们俩小子 赶紧回去 不行 我要救你了 救你 你当兵的一枪就把你们这小脑子挂的打废了 那我也救 救你娘 我一个人就够了 用不着你们 我刀枪不弱 跟你们说个多少回来 刀枪不弱 那你红钥匙咋回事 我们要救娘 死也要救 对 死也要救 可是 我要带着你们俩去送死 你们娘得恨我 反正都是死 要死 一切死 对 好 还真是俩爷们儿 可惜俩 我还没做主给你们拜成把兄弟呢 看有功夫 冠老爷也别请了 来 你们过来 好 跪下 今天你们俩冲我磕大头 从今往后 你们就算是把兄弟了 今天我孙子与牛蛋结败成兄弟 不久冬天冬月得日生 再偷冬天冬月得日死 有富同乡 有难同当 对 有富同乡 有难同当 好小子 好小子 福 是没什么好想的 今天咱一样杀 就一块死了吧 不 不 不 我喊三下 那 咱再一块撑出去 好 咱的 咱的 本事 今天就带着牛蛋和拴子 赔你了 我也喊三下 你啊 甩叔叔 低心有变 甩的酥酥 快点散啊 喊个屁 没看你娘又被压回去了 这 这可能有会儿啊 一定是老天爷 知道你要是好人 来救他来了 甩子 叔叔 我们怎么办呀 来 别来 你们先回破庙 看着老爷 我去打听打听 我去